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不要跟我拿 袁瑩錦鶴槍實彈槍頭對著前面 因為開槍嫌犯就在車內 你給我牽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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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牽家 你給我牽手打開 你給我牽手打開 敲窗破門終於看到人了 他重彈身亡 你給我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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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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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煞車聲音 牽不出去了 他就對公平槍 對公平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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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屬總共有25個 基隆建民街上 早上11點多 巷洞內傳出好幾聲響響 住戶嚇壞 出來看 對準的都是這台 紅色轎車 他當時是被警方的 真房車給雙夾 前面有兩台真房車 下面有兩台真房車 因為他拒检跟警方 展開了駁火 原來原來郊西分局警方 獲報要逮捕 陳姓嫌犯 發現目標後 向包抄結果遭到嫌犯 趁襲落跑 一路逃到建民街 雙方爆發警匪強戰 仔細看 當下陳姓嫌犯車輛 前後都被警方 真房車給夾擊 居然離不到200公尺 雙方展開近距離槍戰 沒想到陳姓嫌犯 自知逃不了 車內引彈自盡 據了解 嫌犯十月中因為威脅恐嚇 宜蘭愚民才會被警方鎖定 但這一跑 警匹薄火25槍 自己也葬身在槍陵彈雨中 解釋了 解釋了